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UP主工作室第一期 然后本期视频来到了去年采访过的一位UP主的新开的工作室里面 然后来看一看身为一个摄影UP主的工作室应该是什么样的环境吧 已经很久没有见胡老师了 这是我们Husin's Drama的胡老师 然后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胡老师Husin's Drama这个频道的博主 然后上一次你们见到我还是湘婷在我家我们两个的一个采访 我觉得那期视频分享也挺好的 对,就已经有一年没有跟你一起拍过视频了 就一年了 对,已经一年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下类似于一个工作室的入目拓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新系列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工作室 它最主要的功能区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可以看到后颈上有很多的窗户 它在早上的时候有很棒的自然光可以打进来 然后打到这一片无影墙的区域 用自然光都能够拍摄的人像时尚 包括一些产品这一块区域就是一个平面的无影棚的拍摄区 然后这一片区域其实是跟拍摄相关的一个功能区 那日常没有拍摄的情况下我会在这里办公 我会剪我自己B站频道的这些视频 然后如果有拍摄情况的话 这个椅子这个桌子它是一个可滚动的可以滑的 所以我就会把这个显示器竖过来 然后连上我的就是相机来拍摄 这样的话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直观的看到说 拍完以后直接显示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这一片区域可以看到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我在整个空间里面最喜欢的一片区 它其实是一个艺术作品 然后它跟那边的这一个镜子其实它们是配套的一套的 然后这一台电视机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便于一些客户过来的时候有选片子 在接广告业务的时候我需要陈列一些样片 这一台三星的serif的电视机就蛮好 它其实后面还连了一个苹果的me的mac mini 苹果的选片看片系统 然后这个是我们后期一下平时你拍摄都用什么设备 我看那个视频里面有讲过 对就是这个就把这里搞成了一个就是摄影区 然后再录我B站内容的就是talking就是a-roll的部分 一盏主光然后一个补光 然后主力相机是佳能C70是一台就是算是电影机吧 那个super 35的一个电影机 然后配的镜头也是佳能自己的1635的镜头 因为有一个麦克风接口XLR的这个接口就是卡农口 然后可以直接连这个森海塞尔的麦克风来收声 所以整套的就是相当于一个采访的aeroway 所以说你会推荐大家用这套设备来拍摄 我不推荐大家用这套设备来拍摄 这只是正好在去年入的一套设备 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更新的一套设备 说实话它就是我家的一个厨房加客厅搬过来的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桌子 这个台子其实是从我家里面运过来的一个大理石的桌面 一个吧台 这里就是一个怎么说一共可以有大概6到7个人 一起招待的这样的一片招待区域 那么这一块的想法就是也把我自己家里的一个客厅 可以搬到工作室来 那除了拍摄之外 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商务会谈区吧 这片区域其实是我们的进门区 其实第一眼看到的视觉区域是这一个由三个物件组成的一个小摆设 一块这个地毯它其实是模仿珊瑚礁的一个地毯 这里是一个设计感的攀通椅 边上会有一个画架 因为我太太是画油画的 所以我会时不时让她画一些作品 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增加整个空间的这种艺术的感觉 好 跟着我进来以后 这里面就是一个化妆间 从这个角度转过来以后 这个窗帘的后面就是更衣的一个区域 这里有一面镜子 凹进去了一样 对 它就有一点点异度空间的感觉 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去年阿福装现室的一个回访 所以说我每个去工作室应该都会拍一个这样的片段 既然今天的主题是工作室 那您觉得这整个工作室在做的过程中 您觉得困难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在哪 在一个财务上面 财务上面因为一次性的投入会比较大 然后就甚至是还会有一些财务上面的负债 然后那您觉得这个工作室你最满意的地方 其实我最满意的是这个工作室离我家近 我之前做一期节目当中 我测了一下从我家过来 只要走路9分钟就可以到 然后真的很方便 所以这是最满意的 那还挺近的 那就是在工作室现在每天都会来 每天都会来 整个空间因为比较大 所以从拍摄到后期都能够在整个空间里面完成 效率就非常高 您觉得有了工作室之后 对您除了效率上的变化最大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还有一个可以招待朋友的空间 就像湘婷来其实我是很开心的 我平常的人格就是非常喜欢跟朋友待在一起的这样的人格 但原来的工作是因为在家里 所以家里有的时候确实不太方便邀请很多人一起过来 空间是一个其实是最大的变化 更希望把在B站做博主的这一个事情从家里给搬出来 然后我生活的时候就生活 然后我拍视频就拍视频 那你问一点稍微尖锐一点的 好 就是您过去一年您觉得您的心态又有什么变化吗 在做博主方面 我觉得过去一年其实我做的很多的工作是远离做博主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在外面还在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博主呢我想要离博主这个职位远一点 再来看这个工作我应该怎么做 所以反过来讲离得远 反而让我更看清了这个频道它的价值是什么 并不一定说全身心的投入在一个事情就一定会好 那当局者很容易被当局的一些事情迷惑住 外面有一半的工作要做 B站有一半的工作做 反而是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 那您觉得外面的工作和B站的工作就是做起来 您更喜欢哪种工作状态呢 还是您两个都喜欢 其实我个人的话还是更喜欢做B站的内容 因为B站内容的创作上还是非常非常自由的 但是B站上其实会有观众去说 比如说内容制作不专业或者是什么想让你拍的东西 然后你没有拍到他们会不满意 那你会怎么办呢 如果不专业那就找原因 提高自己的专业度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有让我想做的选题我没有做到的话 这个其实做博主以来一直会有 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增成我内心自己想做的选题吧 那您怎么看待类似于B站同行的同类型的摄影博主 比如说有的可能会跟您比较熟 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 那也正是那些负面的评价也造就了我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我 那您有尝试过去多进行一些同行之间的交流 我知道您跟马丁老师人手 对 因为同行间的交流是一直存在的 只是说可能我跟同类的摄影博主间交流的还是蛮少的 因为最近其实也跟很多的不是做博主的摄影师和一些导演在做一些交流 同行也能够很好的学习别人的东西 包括我自己未来还是有这样的做一个影视人的梦想 所以的话就也会跟那些更加在影视上面有更多经验的前辈去交流 去向他们取经学习这样的一些交流 只是很多他们不是博主 不是博主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上海对您有什么影响了 就是我们都知道上海的博主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出不去的状态 尤其是对于一个摄影博主来说 就要经常出去拍东西 在家期间您都在做什么 对我们摄影博主影响非常大 就实话讲真的很大 因为你不能出去的话就没有特别的欲望去拍东西 其实我在4月份的时候我就玩游戏 然后做了一个游戏博主的账号 传了82期的二灯法环的攻略 然后那个账号叫做Drama的假日 所以我的心态就是OK 我就把它当成是我放个假 最近一段时间上海的博主 尤其是不能出去拍的 平时需要出去拍的博主 它可能会受到影响 就是做不出内容 或者是粉丝的活跃性少一些 数据会不太好 那您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看待这件事情还是从内容本身来看 我会观察如果我数据不好的视频 证明从内容本身上来讲它一定有问题 不然它数据不会不好 我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 所以我现在也在调整自己的过程当中去 更多的去打开我的选题的空间 看看现在的这个时代的观众 他们想要看什么风格 包括怎样的选题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最重要 要做的事情是多尝试 去把很多的方向延展开来 看看有一些方向是不是有播放量的突破 然后再去摸透观众们想要看的东西大概长什么样子 然后再去在内容的本身的创作上再做调整 数据上来讲是一个不好的情况 但是从创作上来讲 是给我打开了一些新的思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如果我的数据一直很好 我可能就不会想去改变 我就会泛滥在创作上 其实如果数据不是很好 其实可以多做自己想做 多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 对反而我也没什么压力就会做 这个试试看 如果说不定这期这个内容大家满意了 反而会好一些 我是觉得从去年到现在 我感觉您的状态一直有在变好 一直有在变好 已经从当时很low的很down的状态 已经开始有点回暖了 回暖了 是的 还是希望您账号在新的工作室越做越好 然后这边也是相当于您这件事情也说 相信是您第二次创业 再做一个新的事情 然后我们期待一下您之后的内容好吧 好 肯定会好的 越来越好 相信我关注我 好 然后也请大家关注一下胡老师 然后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UP5工作室的系列呢 我之后也会继续做下去 然后以上就是每一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然后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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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 cent